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大家好 我是梁燕 这里是文化时分 今天的节目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 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北京国际电影节 4月18号召开 北京影视政策解读发布会 北京市新闻出版 广电局副局长胡东表示 北京将在未来的 两至三年内 加快城区影院空白点 和乡镇影院建设 市民在城六区 出行一公里就能观影 据了解 2020年末 全市影院将达到300家 平均每7万人一家影院 荧幕数量达到2200块左右 从目前的平均 1.5万人一块大屏幕 到2020年平均1万人一块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珠穆未来单元》 近日开幕 今年《珠穆未来单元》 共有16部影片入围展映 其中新导演的《处女座》 共有12部 包括国外十部和中国的两部 充分展示电影新人的 艺术才华 此次参展影片的导演 居为80后和90后 最年轻的导演拉华佳 年仅29岁 他的作品《望渣的雨靴》 讲述了藏区农家少年望渣 为了得到一双梦想中的雨靴 所经历的故事 很荣幸就是能入围了 这个《珠穆未来单元》 然后这个就是 给我们的导演 年轻的导演来说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正在举行的第八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上 《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8》 在纪录片单元发布 报告显示 2017年进入院线放映的 中外纪录片9部 同比增长50% 纪录片放映数量和票房均创新高 不过纪录电影市场 仍存在产品定位 营销发行 产业链开发欠缺 缺乏成熟的院线发行 放映机制等问题 2017年 互联网视频点击活跃的 纪录片共计2631部 有不少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 而即使短视频 也正在成为新的创作力量 文化和旅游部近期 再次组织开展网络表演 网络游戏市场集中直发检查 在对腾讯 百度 阿里 华为等主要互联网应用商店的 手机表演平台专项清理中 共排查手机直播应用 4939款 其中删除下线 手机表演平台370款 对花椒直播 六间房 斗鱼直播等 30家网络表演平台 开展直发检查 排查出危害社会功德 宣扬暴力等 禁止内容类问题190处 涉及直播间110间 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 以小说解密海外掀起热潮 和卖家现象为例 讨论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 让中国故事成为世界经典 作家卖家的小说解密 为何会被英国权威媒体 每日电讯报 评为过去100多年来 最杰出的20部间谍小说之一 什么样的中国故事 更让世界着迷 来听卖家 为我们解开他的创作密码 近来作家卖家和他的作品 再度在海内外掀起热潮 重印上百万册 仍销售一空的暗算再出新版 网剧版风声即将播出 与此同时 好莱坞也买下版权 正在打造电影版的解密 尽管此前畅销海外的解密 已经赢得多家西方主流媒体的盛赞 但此次被英国每日电讯报评为 过去100多年来 最杰出的20部间谍小说 还是令卖家感到意外 因为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榜杆 确实含金还蛮高的 有的像第一个 吉布林它就是诺奖得主 像那个007系列的 然后包括迭影重重的 原作博文的身份 这些作品都是 大家可以说是路人皆知 解密是一个关于红色天才间谍 容金珍拓解密码的传奇故事 也是卖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同暗算风生一起 构成了卖家的解密三部曲 我这种小说 就是以前我们经常 叫革命英雄主义小说 那我觉得我就是在 力度还原一个真实的英雄 这应该说是我的文学信念 写真实的英雄 写复杂的天才 这是我基本上 我文学的创作的一个母题 卖家的小说 被国内文学界 誉为新智力小说 既吸收了欧美悬疑文学的精华 又延续了红色经典题材的精神特质 这让开创性的题材 在引燃了国内的书店和荧幕的同时 也火到了海外 2014年 解密英文版面是24小时 即在亚马逊上 创造了中国文学作品最佳排名 随后又被译为 西班牙语 德语等33种语言 在一百多个国家中迅速走红 打破了中国文学海外的 商业化出版困局 形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卖家现象 就是好在没有地理性 没有一种历史的一种偏偏性 它就是一个世界性的题材 讲一个人在一个特殊的职业 或者说相对来说 比较黑暗地下的 秘密的职业当中 人性是怎么被扭曲的 人性又是怎么被张扬的 这个是我觉得 它是整个人类的故事 卖家笔下的人物 往往一方面是天才 而另一方面 性格或身体 常常有各种缺陷 结局都不是那么美好 这肯定跟我内心有关系 跟我的童年经历有关系 就是我从内心来说本身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我经常说一个人有两个故乡 一个是生理养你那个地方 一个就是你的童年 童年就是你的精神故乡 童年的内心就像沙滩一样 潮湿 柔软 松 你轻轻一踩 一个印子就出来 从小宝尝歧视和孤立 甚至与父亲一度决裂 这段童年的经历 让麦家陷入彷徨 直到有一天 他遇到麦田里的守望者 受到启发 并开启自己的创作之路 韩明威曾经说过 新山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 本来你童年是天真烂漫 但有一天突然 你的家庭突然天降大火 或者说你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就是你和你的童年人 被隔离了 那这个时候 你提前把你的内心撕开来了 1981年 麦家被一所军校录取 如愿以偿地离开家乡 离开童年 毕业后被分到某保密单位工作 尽管只有不到一年时间 却为他日后的叠战小说创作 埋下了伏笔 我的小说明年 你甚至看不到一把枪 一把刀都看不到 因为他是从事破译工作 他是一个 在一个斗尸里面 每天面壁苦思 门口都有重兵把守 他们的生命是必随着安全 抽屉里有各种保健药品 他们像熊猫 像国宝一样地被保护起来 正如麦家所说 解密是他全部的青春和命运的一部分 从动笔到最终印成签字 这本小说曾经历了17次退稿 20多次修改 麦家对第一次退稿经历 记忆尤为深刻 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当我收到这个退稿信以后 我就是出门了 然后我就上了一辆火车 我记得有一个老人 那大概60多这个老人 他当时就坐在我火车对面 后来他跟我谈 他说虽然说作品是一个作家的孩子 但他其实不是孩子 没出来就是一堆废子 你为他伤心痛苦 不值得 回去吧 小伙子回去吧 同麦家一样 解密中有特殊数学天赋的 傻瓜天才容金珍 暗算中什么都看不见 却什么都听得见的听风者阿炳 都经历过重塑破碎心灵的过程 他被我反复地修改 反复地打磨 这个小说变得特别结实 我个人也甚至也是在这么 残达十多年的写作解密的过程当中 我个性也变得非常的坚强 有毅力 有点打不败了 本来是你的一个 可以说是灾难 但它其实又变成你的一种精神财富 这就是人生 如今 麦家又回到了家乡 尽管仍有印记 但他已与童年和解 他用文字解开了属于自己的命运密码 但始终没有停下探寻的脚步 所谓这些密码 不管是植物 还是黑 还是火 还是水 都是一种象征 我觉得人世间最难破译的密码 是我们的人的内心 我想通过这些小说 通过这些人物 形象地告诉人们 告诉读者一个事实 要学会去审视内心 这个内心 它既是你的又是人的 就是我们人类的 从解密到暗算再到风声 麦家的谍战小说 一直围绕着破解密码展开 然而在他看来 人世间最难破译的密码 却是人的内心 在今年即将出版的新作里 麦家将讲述一个 曾经历过潜伏的普通人的故事 试图用一种突破传统 简介小说的方式 探寻和展开人性深处的秘密 今天的文化时分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 明天我们精彩继续 感谢观看